养在龟中的小姐 不顾叫以嬷嬷地拉扯 就闯进屋子里 怒气冲冲的表情 不加遮掩 不顾自己的妆容 连头上带的牡丹花 都掉落在地上 气势仍旧未受挫 开口就当 一定是有人诬陷 任颜凤不停地 冲四小姐使眼色 大家龟秀 哪里能这样唐吐 就这样出现在 暗亲王柿子面前 就算两家稍稍地 连着些亲 也不能这样 不管不顾的 他越过女人无数 就没有这样的举止 能讨得男人欢心的 任颜凤急忙咳嗽两声 柿子莫怪 我四妹们 就是这样率直 率直的人 向来都是单纯 比较好相处 周永胜脸上的表情 微微缓和 任四小姐又道 我准备的米粮那么多 怎么可能还用 等着朝廷里来人 才可以失米 那些刁民 一定是受了别人挑唆 拿了别人好处 才黄口白鸭地诬陷我 周永胜 看看任四小姐 任颜凤道 这件事不用急 只要让人去问清楚 任四小姐冷哼一声 还用问清楚 定是那些人眼红我们家 才这样做的 不过是失米 这点赢钱算什么 看来不只是率直 还自大 冲动 又心思复杂 任颜凤 顿是没有了可替妹妹遮掩的办法 可是现在让教义嬷嬷将妹妹领下去 妹妹少不了不愿意 还要让柿子看了笑话 我妹妹 不过是不忍心 看着灾民没有米粮 心存善念 这才失米出去 单纯是心存善念 却一味地和别人攀比 买这么多的米粮 做了那么大的排场 将别人都比了下去 周永胜 微微思量 任四小姐笑道 我家还舍不起这些米不成 果不其然 既然如此 周永胜淡淡地开口 四小姐就该按照你所说的 一心一意地舍米救人才好 这话听起来 怎么那么刺耳 任四小姐挺直了几倍 那是自然 周永胜站起身 向真言奉道 我还有公务在身 不便久留 看着周永胜的背影 任四小姐咬住嘴唇 使劲地跺跺脚 等到周永胜走出了院子 任四小姐道 他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一心一意地 世米救人 还是为了什么不成 自大狂妄 还以为谁会稀罕 荣华在老夫人屋子里 听二老爷的人 从外面带回消息来 朝廷派了秦大人 和安妻王世子 查看灾情 秦大人本来今天回去 看我们世米的米棚 谁知道 却又有流言传出来 说我们家和长宁伯家 为了应付钦差 姜米粮又押到钦差来 才会发放 本来是好心失米 却又落得个 欺瞒朝廷的罪名 二太太看向荣华 她倒是没想到 经常会闹出这样的动静 这样倒让她为难了 这幅担子 万一老夫人交到她的手上 她是痛快地担起来好 还是要推脱一番 在府里这么多年 大大小小的事 她也经历了不少 这失米的小事 本来就是积德行善 虽然难免劳神 可荣华已经做了大伴 三太太和她 又早已经算计好了 做起来应该轻松得很 就算是接过来 也要给荣华一个教训 省得让她不懂得是理 荣华飞快地看了二太太一眼 微微一笑 以前咱们家里也做过不少的善事 这一次只要还像往常一样 众目睽睽之下 有些流言自然就会不攻自破 薛二太太道 荣华说得对 有些不过就是别人乱传的 若没有好心肠 谁也不会想要行善事 传是一回事 做又是另一回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真假 不需要为自己辩驳 关键是米粮准备好 有始有终才能不让人生出许多的闲话来 不愧是二太太 帮着老夫人管家这么久 也能说出许多道理 尤其是这样一番解释 米粮就成了关键 老夫人果然问起 米粮筹备得如何了 这还真的难住了他 京城里的屯粮大多是留着卖高价 商家知道要在关键的时刻出手 再加上朝宁博四小姐 广师米博名声 正常的渠道几乎是买不到米粮的 更何况他从来没接触过商骨 更不知道其中的门道 只有依靠四叔父 这可惜四叔父认识的商骨 怎么也不肯卖手中的存粮 三婶本来是研制凿凿 她娘家弟弟肯定会想办法买够米粮 谁知道 昨天晚上她来屋里说 之前联系的卖家不肯卖了 祖母本事让人将家里囤的米粮都送来 陈妈妈又来说 舅舅从丰天来了 说不定就会要用到米粮 暂时不能送过来 几条路一下子都疯死了 让她去哪里买粮回来 二太太是瞅准了 她找不到办法解决 荣华沉吟着还没有说话 就听外面有丫鬟的 三太太来了 荣华不由的心里一动 三太太平日里总爱在头上戴一圈细宝石做的发钗 虽然好看 戴起来却很费事 今天三太太的头上却没有戴这些发钗 可见是行色匆忙 进到屋子里 一眼就盯住了荣华 生怕她一下子跑掉似的 三太太给老夫人请了安 看看一旁的二太太 便急急开口 荣华 你跟山谷买了米 荣华点点头 眼见家里的米粮就不够用了 四叔找来的山谷 正好手里有米粮 四叔和我好不容易地将价格谈好了 明天就可以交钱提米粮出来 三太太听到一丝希望 她没有交钱 荣华的 是四叔相熟的人 所以就没有要订钱 二太太不动声色 眼睛里却仍旧闪过一丝惊讶 她得到的消息 明明是那山谷不肯卖米粮 怎么忽然之间就又卖给荣华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三太太急起来 那可怎么好 我弟弟那边以为我们家一定会要 又找了山谷谈好了 那给旁人也不是这个意思 再说 荣华 你是多少钱买来的米 荣华道 平日里是十五文钱一生 现在是七十文钱 老夫人点点头 只要有个债 这米粮啊 就涨得尤其的快 我记得上次大雨 就涨了十倍不止 到了年底 这粮食又不知道是个什么价格呢 只有看朝廷怎么安排了 三太太听的这个价格 脸色一暗 说道 七十文确实不贵 是不贵 四叔找来的山谷龙正平说 现在米铺虽然没有挂牌卖米 大家公认就是七十文一生 荣华问道 舅舅那边不知道多少钱能买米 三太太似是十分的苦恼 犹豫了一会儿才皱眉的 也就是这个价格 荣华道 七十文一生 三太太道 可不是 这已经说好了 明日若是可以 就能交钱取米了 这样一来 米不买就要失信 老夫人叹口气 哎呀 荣华也是着急买米 若是推了老四找的那家 也是要失信的 荣华 微微思量 实在不行 就让四叔父再跑一趟 向那边推了吧 怎么着也要用自己家这边的 老夫人抬起头看荣华 这样能不能行 荣华点头 二太太仔细地瞧着荣华 没等荣华说话 就已经接口道 这怎么行 自己家人总还好说 毕竟是没有定下来呢 四弟好不容易地联系好了 总不能就这样算了 再说 现在米粮都紧俏呢 三弟妹娘家买来的米 应当不愁卖的 三太太诧异地看了二太太一眼 二太太嘴角 浮起一丝笑容 三太太 微微迟疑 老夫人道 这样也是好的 老四好不容易地张罗来的 顿了顿 看看三太太 这是不知道 你娘家那边 好不好做呢 三太太 看看二太太 勉强笑道 我去问问 应该是可以的 我弟弟的路子 总是广 二太太笑道 这样多好 就都解决了 说着 就看向荣华 荣华也正抬起头 看过来 众人说完话 就散了 三太太过了月亮门 静止就去了二太太屋里 二太太将屋里的丫鬟打发下去 与三太太说话 你哪里得来的消息 说荣华买到了米粮 三太太道 刚才四弟和石船一从外面回来 安排下人 明天就去运米粮 我这才让人仔细地去打听了 荣华已经向人买了米 边说边去看二太太的表情 二太太微微思量 听说你来了 荣华松了口气 三太太正了一下 不会就是这样一个理由 二太太宽解道 如果大房和四房 已经买好了米粮 怎么会这么轻易地 就放弃了那边 从你这里买 之前我也跟你说过 老四找的人 是不肯卖米粮给府里的 这个消息总是没错 看着二太太那么肯定 三太太心里渐渐地宽慰 二嫂的意思是 三太太虽然心里想过 二太太定是觉得 四房帮忙买到粮的消息是假的 可是从二太太嘴里 听到这些话 仍旧是有些吃惊 二太太微微一笑 说道 你想一想啊 四房买到米的事 怎么就先让人知道了 三太太道 这几日 我本来就注意着荣华那边 用米粮的情形 二太太抬起眉毛 这就是了 荣华是知道你心里着急 才会用这个法子 让你知道了 她已经有地方买粮 慌张中就会去找她 她却在老夫人房里 你问她米粮的事 就等于是让老夫人将整件事都知晓了 她再从中做了人情给你 将你弟弟手里的粮买过来 这样 家里人都会夸她懂得顾及自己家里人 三太太想想 这二太太的花果然十分的有道理 只是有一点 我弟弟跟我说 现在米粮的价格的确是七十文钱一升 荣华没有买来 怎么会知道的那么清楚 二太太笑道 我就说她算得精嘛 就算买不到米粮 还能打听不到米价 她将价格就先给你固定住了 你倒匆匆的要将米给她送来 三太太听得是目瞪口呆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么多呢 还是二嫂 否则 我还真的要将米粮便宜卖给她了 二太太冷笑 这下她是算计得过了头 明天拿不出米来 怎么和家里交代 老夫人面前 她又要怎么解释 说是四方没有帮好忙 还是她自己过于大意 随便是哪个理由 这件事她都不能再接着搬下去 荣华回到屋子里 仔细地想了想 一会儿就叫来锦绣 我和石川一说话的时候 屋外都有谁在 锦绣微微一睁 除了木槿在屋子里 外面就是我 春瑶姐 红鹰 红玉 红烧 在一起说说话 荣华又到 四神来的时候呢 也是我们几个 锦绣刚想要问原因 荣华就叹了口气 你们都是我从娘家带来的 不管以前是在祖母 还是大太太跟前 只要是在我身边 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将来无论如何 都要给你们个妥当的安排 锦绣急忙道 少夫人 今天怎么忽然想起这个 荣华道 只是有感而发 正说着话 春瑶从外面回来 荣华和春瑶进了侧室 春瑶关好了隔膳 说道 老夫人身体还算好 少夫人让我送去的补品 我都送到了 荣华点点头 春瑶又道 那件事也打听好了 舅爷和舅少爷过来 是因为宫里的李贵人 有喜了 李贵人有喜了 大太太好不容易通过贵妃 将侄女送进宫中 这几年却只封了贵人 再没有消息 没想到 这时候有喜了 要知道 皇上的妃嫔 已经好几年 没有大喜传出来 既然宫外的舅舅 都已经知晓 想来是消息做准了 说不定龙岩大月 还有禁风的可能 她还是五小姐 陶荣华的时候 舅妈领着三表姐 经常来到家里 就住在住香小院里 后来舅舅在京城里 置了出三境的院子 那年 她认识赵轩桓的时候 正是大太太 给三表姐找了门路 在京里等着 被选进宫中了 后来听说 是有了确切的消息 可惜她没有看到 三表姐进宫 就 以前弄不清楚的是 重生之后 一下子就弄了明白 三表姐进宫 大太太当年 是求了蔡家 只是没想到 这位早就被大太太 看作能兴家的贵人 进宫之后 果然就禁风了李贵人 再也没有其他消息 荣华不由地想起 那天晚上 大太太扔在她身前的 那只凤钗 三表姐也在逃家 或许 稍晚的时候 高岳回来传话 水位已经要到 之前的最高表现 侯爷的意思 是明日就要炸堤呢 特让我回来 与少夫人说一声 只要炸堤卸了红 就该暂搞一段落了 荣华轻轻地 输了一口气 这件事 终于要结束了 这几天 她担惊受怕的 晚上也睡不沉 经常错觉 薛明瑞回来了 脚步的声音 那么清晰 她就差喊了木槿 去开门 仔细一听 她知道 原来仍旧是风雨 现在 她终于得了确切的消息 她将低上的事办好 可是她家里的是 明天就是浇米粮的日子 不知道府里有多少人 要等着她栽这个跟头呢 二太太太 三太太 气得都格外的早 外面的雨 仍旧是下个不停 天气 看似和昨天 没什么两样 空气里 却有一种 让人喜悦的气氛 二太太 让人将 霉红克金丝被子 拿了出来 早早的 就去给老夫人请安 半路上 正好就碰到了三太太 两个人说了会儿话 笑容满面地 进了老夫人的院子里 进了屋 听到石传一 在里面回话 抬眼 看到薛夫人 荣华 四太太 都坐在椅子上 老夫人身边的丫鬟 用美人拳 在给老夫人捶着腿 二太太上前行了礼 老夫人招手 让二太太坐到身边来 二太太走过荣华 不由地笑了笑 荣华果然一大早 就将人都搬了过来 无非就是要让人 在老夫人的面前 替她说说好话 老夫人道 石家小子 你就将情形 都说一说 石传一 这才正式禀告 少夫人最后谈定了 六十文钱一声 二太太 三太太听得仔细 脸色都是一变 石传一道 一大早 我就安排了人去拉米 现在已经送了一些 到米棚去 不怕中间 供给不上中段 说着 从袖子里 拿出米粮的账目 呈给老夫人 这是买米的鸣信 请老夫人过目 二太太太 二太太不可置信地 看着石传一手里的账目 我没跟他说 我来说 我来说 我不会 我来说 我来说